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我们今天下午正式开始起香 第一支香 我们读的是《无量寿经》 《法大世愿第六》 这一品经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淨土法门就是依据四十八大愿所建立的 所以我们就在一般传统佛七的基础上 稍微改了一下 传统佛七一般起香都是读《阿弥陀经》 我们改成《无量寿经》 《法大世愿第六》 经文的篇幅和《阿弥陀经》差不多 四十八大愿里面最重要的是第十八愿 第十八愿是阿弥陀佛 指示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唯有是信愿似明 这一愿我为大家先读出来 我作佛事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自心信愿 所有善根 深深回向 愿生我觉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遗除五亿 诽谤正法 这是阿弥陀佛的十念必生 阿弥陀佛发愿 他在《无量寿经》 做法庄比丘 他发愿 将来成佛 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 只要听闻我的名号 这个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 四个字 听到这个名号 能够明白 名号功德利益 明白正土法门 那就自心信愿 自心是自成的心 常述 没有私货的坏 乐就是非常之欢喜 为什么欢喜呢 因为我们《无量劫》的轮回 到现在 可以有出头之日 这一生可以蒙阿弥陀佛 接引往生极乐世界 叫做横出三界 我们收的这个法门 是依赖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三界是横出 如果是靠自己的力 那就是输出 输出很难 我们今天早上说的 要断三种烦恼 起码断第一种 见思烦恼 这个就不容易 横出三界 自己不用断烦恼 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 去到极乐世界 就是出三界 不单止出三界 是出十法界 一般来说 出十法界 是断了三种烦恼的人 才可以出到 见思烦恼 陈沙烦恼 慕名烦恼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发生大事 天台中 说的是分正是佛 这个是真佛 不是假佛 我们靠自己的话 这一生恐怕 没有什么希望 唯有是靠阿弥陀佛接引 一去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不在实法界当中 它是一真法界 所以今时性的法门 我们得到了 由中感欢迎 相信 相信 欢喜 收持这个法门 所有的善根 深深会向原生我说 你所种的这些善根 无论是无论是报师也好 无论是报师也好 持戒也好 今天我们受八关齐戒 这些都是中善根 还有是受忍辱 受精进 禅定 等等 所有的这些善根 深深念念都回向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不求其他赢 就求去极乐世界 愿生我觉 这个我觉 就是阿弥陀佛所建立的极乐世界 有这样的自成的信愿 乃至十念 念佛 念十句就行了 这个十念就是十句阿弥陀佛 《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说的 那些五亿十恶的罪人 临终遇到善知识教导 他念十句法都可以往生 像我们说的张善和的例子 他念不到十句都可以往生 所以最关键就是 我们用什么心去念 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大愿 里面的十念必生愿 说的就是 以自心信愿 来念佛灵好 那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如果你能够自心信愿 念阿弥陀佛 即使是念十句 你如果不往生 阿弥陀佛 他不成佛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十劫了 所以这个愿圆满实现了 因此我们能够 深信 切愿 执持名号 一心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一定可以往生 当然 有两种人有障碍 遗除五亿 和诽谤正法 如果做五亿的罪人 这个罪很重 这个罪障 很深重 所以可能就未必能够往生 这个是阿弥陀佛 提醒我们 不要做五亿罪 但是万一以前糊涂 不懂事 做了怎么办呢 杀父 害母 杀圣人 出佛身血 破和合增 这个五亿罪 做了怎么办 做一条就多 我间地狱家 阿弥陀佛 非常之慈悲 即使你做了之后 现在能够忏悔 能够回头 亦都是这样 自心信愿 念阿弥陀佛 乃至实居 亦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好像《观无量寿经》里面 所说的阿赦世王 他就是杀父亲 想害母亲 破和合争团 做了这些五亿罪 但是他能够回心转移 他能够相信佛 他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诽谤正法的人 就往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信正法 诽谤就是因为他不信 信他怎么会说诽谤 因此诽谤正法的人 比五亿罪还要重 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就要以智诚的心来念佛 那怎么念呢 下面就为大家讲一首解 这首解是夏连居老居士 他所作的 就是我们所读的《无量寿经》 回习本 是他回习的 他是民国时期的人 这个人是真正的大菩萨在来 为我们活发众生 回习《无量寿经》 使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读众本 那么我们的老人寺正空上人 一生就弘扬这个回习本 得道的众生无量无边 那么夏连居老居士 不单止通经教 而且是实修的人 念佛 你一生不灵 所以最后往生的时候 他是如知此次自在往生 那么他这首解 教我们怎样念佛 我先读给大家听 弥陀教我念弥陀 口念弥陀听弥陀 弥陀弥陀即念去 原来弥陀念弥陀 你看这首解很简单 每一句都有两个弥陀 但是将整个静宗 修行的光领 都为我们和盘脱出 说得很清楚 第一句 弥陀教我念弥陀 阿弥陀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因为刚才所说的 阿弥陀佛建立四十八大院 建立极乐世界 教导我们好好的信愿持命 求生淨土 不单止阿弥陀佛教我们 实方诸佛都教我们 这样去做 释迦牟尼佛也教我们这样做 那我们就要相信 医教复合 老实念佛 这才是佛的好弟子 所以阿弥陀佛选我们 所以阿弥陀佛选我们 怎样念阿弥陀佛 下面是讲方法 口念阿弥陀佛 还有耳朵听阿弥陀佛 这个叫弥陀佛 这个叫弥陀佛 念佛的方法有很多种 有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 实相念佛 还有弥陀佛 弥陀佛 弥陀佛是这么多种念佛方法里面 最简单的一种 怎样念呢 口念出来 耳朵听进去就行了 你看多简单 最紧张就是听到清清楚楚 你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听不清楚 说明你在打望上 阿弥陀佛好像没有了 嘴还在念 那个声音听不到了 说明你在想其他东西 这个时候立刻提起正念 将你的注力观 专注在阿弥陀佛的佛头上 自自清楚分明 就这样念 老实地念 不用想其他东西 不要想 阿弥陀佛何时会来 我会不会说 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呢 或者是发梦 见到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告诉我 什么时候放生 这些全部都不妄想 全部放下 就是老实地念 口念耳朵听入心里 由心又念出来 所以 弥陀佛 弥陀佛迪陀佛念去 这个直 一直地念下去 在禅宗里面 在禅宗里面 有一个公案 有一个人 走到山脚下 一个修行人 走到山脚下 见到一个老太婆 就问路 问某某的寺院 怎么走到山脚下 那个老太太 又是开门一个人 抛出一句 疾风的说话 说 没迟去 意思就是 你一直去 他不告诉你 在哪里 就叫你一直去 意思是什么 叫你放下所有的网念 一直去到哪里 行到行不到处 到了一切的妄想 分别执着都放下 大切大切 这个禅宗的一个公案 这个直字 就是关键的字眼 我们念佛 也都是直念去 你问怎么念 一直念 不要休息 不要断 不要忘失 从朝到朝这样念 从黑到朝这样念 吃饭又念 睡觉又念 走路又念 做事又念 高兴又念 忧愁又念 舒服的时候又念 痛苦的时候又要念 健康的时候念 生病的时候又要念 生的时候念 死的时候都要念 一直念 一直念下去 就叫直念去 不要打网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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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念到什么时候 到终点 原来 原来 违陀念 这个就是终点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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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的喜乐 憂愁 你的痛苦 你的快乐 你的健康 你的病痛 你的生 你的死 全部都放哑 那些统统是妄念 一切都抛开 一直念 念到最后 花开见佛 谁在那里念 原来自己 就是阿弥陀佛 见本性佛 这个不是别人念佛 正是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你念佛的心 就是阿弥陀佛 禅中讲究的 明心见性 见过是什么心 什么性 就是你这个念佛的心 你这个念佛的心 本来就是佛 你只要一直念下去 就是观无量寿经所说的 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 当下你的心已经是佛 这个心心世界 通通都转变成佛的境界 原来是彌陀 好了 开始就讲短短的 不要多讲废话 现在就要直念去 将你们的过去的所有事情跑开 未来所有计划放开 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只念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合掌 过去是以过去了 未来不必如思量 现在万般皆放下 一心念佛往西方 我 是 是的 还是 那么 description 里面 我们homme 视频 都有 东西